不错的一个队伍 他们在第一轮是战胜了VG进到了胜者组 然后NewB的话状态感觉有一点不稳定 就是有的时候呢能够打出很好的比赛 建立出优势 但是也有的时候呢会把自己的优势葬送掉 就是感觉发挥是不太稳定的 呃我印象当中就是NewB他们有几局比赛 都是拿到谜团之后这个效果会非常的不错 是的 所以这个点CDC可能也会注意一下 这一局NewB在天辉坊先搬先选 把两个最强势的四号位是全绊掉了 自己全绊掉了 因为NewB现在是沙王代言队 他们四号位能选到沙王基本不选别的 我觉得除了这个队还有最近有一个队 也是沙王的代言队 是LFY 是的 就是之前LFY和NewB打了一个BO3 两个队伍就是互抢沙王 对 很重视这个英雄 因为LFY他们的四号位阿福 他是一个土猫绝活哥 土猫经常被绊 然后被绊之后呢就会选沙王来作为代替 然后现在发现沙王有时候也会被绊 是的 CDC这边因为他们迟到了10分钟 所以BP时间是被扣了扣了一档 对 第二首想着下扳掉了一首小强 嗯那前面我们说到的像土猫啊 利丸啊包括是跟沙王这种英雄都是在场上的 是的 其实哎呦一抢沙王真的是很重视这个英雄啊 是的 我觉得我刚想说的就是其实这个版本在四号位上面 即使扮了大胜和大树 利丸的作用应该也是比沙王要明显一些的 因为这个版本很容易拖到后期 形成一个中期僵持 利丸是比较好做事也提供信息的 但是可能还是要看选手的一个个人喜好 或者说哪个英雄更擅长一些 对 使用习惯优先还是选杀王 对的 看CDC这边的连点 能够选到的强势英雄像马格纳斯军团 两个三号位是都在 对或者说像冰女啊这种类型的英雄 百搭的酱油 对 在没有术士之后呢 冰女应该是五号位上面一个非常不错的点 全能骑士 冰女加全能 如果是拿出全能骑士来打一个三号位的话 他们四号位上面需要有一个稍微能打开个团 对带动节奏的英雄 是的 就是能够前期游走 然后中期有一定伤害能够动的一个点 不然的话就他们打起来就很被动 对 全能骑士跟亚伯队呢被并称为黑白骑士 这两个英雄地位很相似 作为三号位都是这种发育周期比较长的英雄 是然后都有一点点就是类似于奶妈的这种功效在里面 对 都是奶妈都不能去带动节奏 但是他如果是很肥的话 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 是的 迷团搬掉了 前面我们也是在说到 就是他们拿到迷团的一个胜率有点高 对 牛逼是第二手 先选了一个拉比克 想偷全能骑士的技能 全能骑士的技能都比较不错 偷过来可以为几方所用 然后牛逼里面考虑一下CDC搭配全能骑士 所进行的一些组合 全能骑士配这种切入型的核心是比较厉害的 就是具备切入能力的核心 或者隐身系的核心 比如说立完在线上可以配合全能骑士 给对方很大的骚扰 或者是像PA 拍拍熊 蓝猫这样的切入型核心 也比较适合 就是要不然你是 保一个那种 就是他本身体质比较脆 但是输出很高的英雄吗 对 也有可能是保大核 就是保像TB这样的炮台型英雄 全能骑士在后面站着 给他去加抹免和加血 确保他能够在战场上面 战装输出 是的 办了一个火猫 黑咸也没了 对 最近黑咸的出场率有所抬头 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主要是黑咸这个英雄的线上能力比较强 因为这个版本三号位混线还是比较难的 但是黑咸的混线能力非常的强 基本上如果不来两到三个人的话 是压不出黑咸到经验区之外的 而且即使把黑咸压出去之后 黑咸还可以打矣 就是他本身的发育能力也比较强 其实现在的近战核心上场也是蛮多的嘛 感觉拿出黑咸来 在对阵近战核心的时候 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的 对 这边果然是半了力玩 因为这个版本的节奏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偏长的 所以像黑咸全能骑士 包括亚伯顿这样的 就是偏发育型的三号位会更多的出现 甚至有些队伍会选这种发育型的四号位 其实沙王就属于是发育型的四号位 就是尽量多选发育核心 因为局势比较容易偷偷后期 对 他前期可能游走游走 然后还是有一段时间要去补自己的跳刀 包括之后再出到一些 推推啊 或者说吹风 或者是自己的A杖之类的道具 这个版本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在于 高地圣坛数量太多 导致上高的一方劣势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的阵容不是一个很强的上高阵容 或者说经济领先没有达到非常大的情况下 想去上高 顶着对方的一个背靠圣坛的高坡地形 是非常难以上高的 所以这个版本的节奏是整体来说比较偏后期一点 第三手拿了个船长 对 船长最近的上场率其实也蛮高的 是的 是个团战型的英雄 也是我们说CDC这边 4号位上面一个可以动的节奏型英雄 补了一个恐不利刃出来 嗯 牛逼是选了炮台TB 那么牛逼这样来选的话 应该是会再选一个能够保TB的英雄 3号位上面的军团指挥官就比较突出了 在这个点上 我这两天看比赛发现就是 有船长的这个英雄存在的话 包括他们还有个全能骑士 可能面临的一个点就是 你打了很多伤害出去 但是对面不死人 是的 这个 居然能力是很强的 一个减伤一个加血 然后第四手势选到了一个卡尔 船长加卡尔 对 也是一个定位控接天火的组合 然后又比女光环 卡尔在这几天比赛上涨 还是偏少 嗯 因为最近的话 就是中单位置上面 战装输出的英雄比较多 都喜欢往后期来打 所以隐魔的出场率比较高 卡尔相对来说少一些 选择了一个帕克 那牛逼的这一局的阵容是偏4保1了 这个阵容最后留了一手3号位 他们是没有先抢3号位军团 是先点了一手应该是中单位的帕克 感觉帕克这个点跟TB的配合度可能会更高吧 最后一手我觉得 牛逼这边的3号位应该是军团和潮汐中的一个 感觉潮汐可能性会大一点 对因为牛逼这个阵容有点脆 缺少前排 就是军团呢 他只能用一个强攻解一下状态 加一点血 但是面对对方进攻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节奏 然后潮汐的是比较主动 他可以去顶上去往前走 给到视野让TB去拆塔 对同时他也是可以去出一些团队的回复道具 是的 看最后CDC这个3号位怎么去办 然后CDC是胜了一个1号位英雄 这个1号位要打TB TB还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1号位 他好像不是那种说 哪一个英雄就能把他针对死的 是的 而且TB怕的点其实不在1号位上面 TB比较怕的应该是像3号位军团指挥官这样的英雄 有一个强AOE 而且这个AOE是非常可幻象的 他对幻象的伤害非常高 基本上一个W可以秒清TB的幻象 但是1号位上面TB真的没有什么特别怕的英雄 可能是比较怕这种比较灵活的英雄 像小鱼人这样的 就可能在他开大的时候人家先撤了 对 这种爆发型的英雄打TB 因为TB有个换血的存在 所以像小狗巨魔这种冲脸英雄 包括主宰打TB都不是特别的好用 或者说拍拍这种都不是特别好 是的 因为TB这个英雄打到后期的有一个倒影 这个技能是一个后期非常强的 成长亚巴顿 亚巴顿也有点跟我们前面说了 全能骑士这种英雄有点类似吧 对 他们是选择 真的是这局就保了一个恐怖利润了 是的 亚巴顿的话就是承担起了一个吃技能的作用 但是他跟潮汐上比呢 他没有控制 但是吃技能的能力更强 可是他们这个阵容控制也不少呀 有帕克有沙王还有拉比克 最后CDC是选了一首主宰 这算是一个比较常规的选择 这个主宰拿出来的话 你觉得双方阵容你比较看好哪一边 我比较看好牛逼的阵容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个人感觉呢 TB应该是目前这个版本非常强势的一号位英雄 这个其实我们在几乎没准后期已经可以看到了 有些队伍会在第一轮去直接抢TB这个英雄 包括决赛里面我们看到拿到恐怖利润都赢了 是的 所以说我觉得TB这个英雄的强势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TB还是比较克主宰的 因为他这个换血是无视磨免的 所以主宰他一个斩 如果斩不死TB的话 首先主宰斩分身系就不太容易斩得死 然后呢如果斩不死 他即使开转还要被换血 所以主宰在面对TB的时候是不太好发挥的 然后卡尔的话 他现在好像胜率真的是比较低 可能还是因为他的一个真空气有点长 对 然后考虑到沙王和帕克 他们可能就节奏才会更快一些 是的 因为牛逼这边 他是一个偏四宝一的阵容 所以说前中期的进攻点还是比较多的 小控制节奏点都比较多 而且帕克也是一个在前中期比较克卡尔的英雄 有一个面沉默在 所以这一局牛逼前中期会打得比较主动 而且我们说这个版本之所以他不容易快速拿下 是因为上高地难 但是TB这个英雄呢 是一个典型的推塔英雄 就是一个泡台 拆塔一个大招肯定能拆掉的 是的 他利用自己这个英雄的特点 是可以让比赛在前中期快速的破塔 可以坚理优势 所以TB这个英雄 是我感觉这个版本非常强势的一个英雄 所以之后可能要被削 嗯 之后要被削的 其实我认为最应该被削的还是高低圣坛这个点 就是高低上面的一圈圣坛 太难推高低了 就是让这个比赛进入了一个无谓的 往后拖的这样的一种节奏 对 就是上高太难 嗯 好的 那现在双方的DG比赛也是已经开始了 我们一起看一下 沙王是开悟过来坐下眼 对 鞋子出门 这边冰女上路跟沙王应该是有一个相遇 冰女这边是放了一个 视野眼 撞到之后直接是 不放了 嗯 这个破物肯定要直接先撤回来再说 对 亚伯顿也是放了个眼 亚伯顿是买了一双鞋 鞋子真假眼出门 没有带穷鬼盾 他放的真眼并没有能够排到 但是是选择把这个野封掉了 就是去封野了 是的 因为沙王在这个位置跟冰女相遇 他把眼放到这边 亚伯顿还是一个开悟状态 这个放眼的位置应该是没有被看到的 诶 CDC有想法呀 五人抱团 啊 要 但是这个五人抱团需要冰女打先手 而且这个应该是立马就会被破物的 对 高台破物了 对的 看一下 这没有视野不好先手啊 上来就被破物了 那直接撤了 拉比克直接往回走 冰女是没有鞋的 船长盲水先手 啊 水水到了 但是有个沙王在后排可以穿刺一下 在跟上转 看一下谁先死 一个穿刺 冰女先 是的 哦 对 是拉比克先死 是的 死的几乎是同一时间 对 但还是CDC拿了一血 TP交了变身 穿上再放一个水 这一局CDC选择了一个主动的钢三啊 嗯 让全能骑士去担亚伯顿 黑白骑士生路 这两兄弟互相发育 嗯 他说我们俩也来一较高下 对 中路帕克对卡尔 卡尔这个兵线控的是比较不错 这两兄对线的话 应该是都会补双挂件的 属性比较重要 是 我觉得这个问号真的特别的 颇具嘲讽意味是吧 是的 而且这一次的更新 你们发现除了问号 还有特别多这种嘲讽的 呃 就是台词 对 有那些效果 什么鼓掌啊 天火啊 还有什么走好不送什么之类的 对 冲锋 打了一套二连 拉比克这边还留着举没有用 杀王一个双刺 没有什么影响 TB没有变身 牛逼肯定是不会主动去打的 对 在TB没有变身的时间段的话 他们还是追求一个以补刀为主 对 就是掩护TB来补刀 但是有变身之后 牛逼这个三刃路是明显强势啊 是的 明显强势 有两手控 然后 配上 孔不利刃的一个输出 对 然后 CDC的优势呢 在于有一个 有一个 卡尔天火可以支援 这边开转 TB应该是要死了 强行杀掉 这两个控制也是毫无办法 冰女 溢到人之后 船长可以接技能 然后 转的 伤害前期 也是非常高的 对 所以 冰女其实是一个 前期线上非常强的英雄 虽然说我们看到 冰女经常去打野 但是她其实是一个 前期很强的英雄 应该说 她如果是去 刚才要打架的话 她的技能很厉害 对 体质虽然弱了点 技能很强 是的 三个人过来 把生产直接吃了 这波也是为了 把蓝补满 继续来打 加速拉比克 再去抢这个赏清符 是的 利用自己有加速 中路帕克是10-4啊 正好是领先了 卡尔一位补刀 卡尔是5-2 这个没办法 帕克的技能 在补刀上面有优势 又是异了一下 拉比克一个举 变身了 但是 她这个举的 举的位置有点问题啊 还是太远了 离的 对 沙王这拨走掉没有死 TV的变身交了 那这样CDC是先怂一波 嗯 可是把恐不利刃的 这个变身又消耗掉了的话 他们 在变身结束之后 还是可以打得强势一点 正好冰女回去补给一下 嗯 野区发现那个沙王 沙王吹个大药 也是没蓝了 船长也是又耗了一波蓝 下路拼的比较激烈 中路是互相拼补刀 上路两个人互相发育 和平共处 变身结束了 TP是学了倒影 冰线不是特别理想对于TP来讲 哎这边船长是过来强行打了一个先手 但她的位置 队友离得有点远啊 冰女实在是跑得太慢了 这个英雄 冰女的移速太慢 对 没办法 而且没有鞋子 CDC如果想打强这个下路三人路的话 冰女这双鞋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冰女还是在做辅助道具 买了眼 还要变鸟 冰女说我很苦的 对 下路这边虽然说是钢三 但是其实没有能够压住TP的补刀 这个两边的发育还是差不多的 是 所以其实对于恐怖人来讲 也就完全可以接受啊 对 又举了一下 往回定 卡尔是已经带了凝魂之类 这样战线会比较安全 但是凝魂之类也是 会被耗的比较快 凝魂之类用来本来就是消耗的嘛 哎呦 这个水 技能释放有点问题 还是放了个先手水 但是冰女的E反而是让TP动不了 没配合好 但是其实如果冰女不动到 恐怖人应该走的位置也不是往 也走不到 对 他们最好的还是让冰女的E去动一下先手 可能会稳一点 对 一打先手 后手接水 然后让主宰街转卡尔街添火 这套技能combo 牛逼是挡不住的 是 拉比克的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冰女应该是可以找机会来动她一下 拉比克进了商店 出来可以给E了 船长不在 而且没视野 对 主要是没视野 没看到 所以不敢动手 他们放的眼位呢 在下路刚三是放了一个比较保守的眼位 是防对方绕后的眼位 并不是一个偏进攻的这种塔前眼 对 如果是塔前眼的话 这拉比克就死了 亚巴顿这一局是出了一双秘法鞋 然后过来断兵了 杀王来到上路 全能骑士也是一个加血把兵全部断掉 中路的补刀 帕克31-13 对非常高 基本上始终保持对卡尔一倍补刀的优势 对 双挂建在宁魂之类 这样他已经率先到达6级 我 帕克是踢了下想过来支援 但是没有留到人 但他不下来的话 这个拉比克应该是可能要被追死了 有点危险 谢谢你的奖励 TP是买了一个含血钢爪进野区 用变身打了一波远古 然后卡尔用天火在上路应该是配合全能骑士的一口加血 收掉了亚巴顿的一个人头 亚巴顿大招被打了出来 下路开始逼塔了 对 上路 沙王又被一个全能骑士加血给秒了 这边帕克是 刚刚不是沙王都走了吗 对还在线上 一个大招 配个拉比克举 让船长多晕了一下 收了一个船长 这样这个全能骑士是连收两个人头 应该是非常的肥的 先做了相位鞋 然后再来补点金手 一三对点 七级了 全能骑士这条线已经是没什么人敢过来跟他战线了 看一下现在一个个人经济情况 从经济上面来看的话 CTC的三合还是会有一些领先的 是的 卡尔虽然补到落后一点 但是他天火收到人头了 对 然后主要是全能骑士这个点特别匪 穿上是放了一个风爷爷 全能骑士刚刚那两个人头很关键 下路主带是差一个兵间到六级 帕克回到中路 打了卡尔一套 大招差一秒钟 现在牛逼的节奏点主要在帕克身上 但是牛逼的问题是他们的二 这个三四号位这两个点没有输出 应该说三四五号位都没什么输出 所以帕克想动也不知道该找谁 TB要钻野区来发育 然后沙王也需要补发育 亚伯顿也需要补发育 这样这个局势应该是要被拖成一个 比较僵持的对刷局了 至少就是牛逼这边需要 有两把跳刀可能才会动一下吧 对 或者再怎么有一把跳刀 对没有跳不好切入 而且伤害也不够 下路因为是之前被钢三 所以卡卡的沙王加上TB等级都很低 TB是必须要进野区来补一下发育 这个线上也比较危险 所以现在只能期待这个帕克 然后跳刀之后过来带一下节奏了 这波TP是来到下路 来守塔 TP不来这个塔可能就要掉了 全能要补点金手 对现在还是战线发育 就是这个钢三对线的这个局面 是维持到了九分钟没有变 这也是比较少啊我觉得 主要是因为双方的三号杯都是不能动的 这两个三号杯全是发育成三号杯 然后就靠辅助去动 可是辅助他动一动之后 他还是要补补自己的经济的 对 特别是这样的钢三局 就是双方都不能拉野 所以辅助等级比较低 这样整个这个节奏会被拖得更慢 TP还是回到野区了 线上很危险现在 随着CDC的等级提高 建设是已经有斩了 全能其实倒是不好去耗塔 但是点金手是已经快做出来了 下路还是动了一波拉比特 接转 天火的位置正好被标记回去了 对标记接天火 收了一个人头 是的 下路直接过来推进 这波塔牛逼可能要放 看牛逼能不能推一波中 中路有卡尔在 对 牛逼也不能推中 因为帕克是回家了 对啊 他回家是补了一波状态 可以踢过去 跳到还差一些钱 牛逼现在显得是没有什么节奏感 而且拿对方的这种战线发育型的打法 没有什么办法 天火下塔 时日不多了 天火建筑 等我一样坚步 周延睡 这个世界的金币 最后一下 土豆 天火下塔 已经七零八落 卡尔点击手已经做出来了 全能骑士点击手应该也是 在运了 两个点击手 也好了 对 这两个点都是比较肥的 这三核的经济一下就领先好多了 对 而且这三核都是刷钱很快的 很快的核心 对 他们这个经济领先 如果维持这个局面的话 是会越来越大的 现在牛逼 11分钟等于现在的经济 已经领先4000了 对 牛逼是比较着急的 必须要来改变这个局面 下路 下路要对这个杀王动手 塔下埋杀 在交离波转 拉比克TP 亚伯顿也来到下路 亚伯顿也要凑点击手 这边帕克包过来 想留人 留住了一个冰女 其实留个冰女一点都无所谓 对 影响不大 在节奋 船长11分钟了 等级还是只有4级 对 CDC这一局 他们的思路比较明确 就是双辅助 然后保三合发育 这个三合都比较肥 而且发育都很快 卡尔也是点击手了 全能骑士想做灰药 跟XXS那一局有点像 就是线上无解肥 想把这个无解肥贯彻下去 做灰药 就有一种 亚伯顿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是点击灰药 这样一个出发了 对 所以黑白骑士嘛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TB上路直接交了变身 猫子想点信使 但是没有点到 顺势推一波线来 带塔 这边因为是开悟了 对哦开悟 帕克是有跳刀了 对 跳刀第一波 全能骑士 非常肥 杀了全能 的话 这波开悟就可以 就很赚 对 因为他们杀完人 可以 跳沉默先手接刺 拉比克接决也可以 先手刺 穿刺 再沉默 晕到死 直接秒掉 帕克是没有 没有能够拿到这个人头 人头又被拉比克拿了 是的 小明电的很准 上路一波杀人破塔 这一波CDC 主宰是也开了物 跟兵女靠了过来 这波想打 但是全能骑士不在 是非常不好打的 看怎么切入 兵女直接往前走 一个先手水 肩胜绕后 这边TB有换血 换了主宰的血 帕克一个大招 杀王再给刺 A掉棒子 再补一手 举到 后到满级转 无敌斩 斩斩斩斩的人是被分摊一下 但是还是把这个拉比克给带走了 判他死了 又是一个标记水接天火 受了杀王的人头 塔是守下来了 对 这一波CDC 还是打赢了 对 也击杀了三人 虽然说全能骑士不在 但是主宰这个绕后 加上塔的一个助攻 牛逼还是被打了一个零换三 主要是牛逼这个阵容呢 整体比较脆 然后唯一的肉盾 这波是没有来 对 就我们前面说到的 他们可能会补一个 肉眼的前排 就类似于潮汐这样的 如果是潮汐的话 他在 他可能一个大招 这个局势会不一样 对 他补了一个亚宝盾 亚宝盾是在 打一个发育 这波冲塔 又是让牛逼 断了一波节奏 是的 牛逼还是要开悟啊 那边一个阵容不能对刷 对刷是打不过对面的 帕克一想不点筋手 美女直接绕后 三连接天火 美女的大招也闪下来了 天火的位置不错 咋死 跟卡尔光靠天火 已经主宰比赛了 4-0-0 这个对于卡尔来说 是最舒服的节奏 是 就是自己的刷前的 没有被耽误到 然后又能有收人头 对 直接打陨石 清远古 非常奢侈 现在卡尔去 他正好把天火开了 不 把这个圣坦也开了 然后蓝又用光 上路是主宰带队来推进 只能其实中路继续来战线补 补自己的灰药 14分钟 主宰已经7000经济了 看样子现在的这个 CDC 确实会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会不一样 是的 现在牛逼是想打开局面 但是找不到合适的点 TB的变身 是好的 但是下路野区自己是没有任何的视野 也不敢进去 牛逼现在是面对这个 局面显得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对法御 做了一些上路的野区防守眼 但是CDC也并没有去上路进攻 在对刷 因为CDC清楚他们这个阵容刷钱能力 比对面要强很多 而且打到后期厉害 对 最主要是他们在这个时间点 没必要去强行打 对 因为全能骑士刷得很开心 卡尔说我还没刷够 这边帕克还是在开一波雾 这个局势必须要改变一下 开雾进自己野区 杀王破雾 帕克跳过来找到全能骑士 先手给到沉默 沙王再接刺 船长开船掩护了一下 但是这个全能好热啊 一口加血直接满血 天火炸下 还好拉比克偷了一个加血 但自己要死 点真眼 沙王也很危险 吃一口魔棒还是被打死了 牛逼在中期的两波进攻 是全部失败 这样推不了塔的话 TB是 节奏不会很顺 只能寻发育 纯发育 他的发育速度 跟对方也只能说是一个55开 这一局牛逼如果说中期 打不开局面的话 就要往大后期去拖了 他们就要有很多装备 才能跟对方去开团 但是中期CDC成型之后 应该会有一波主动进攻 对 因为对于CDC来讲 他们的推进节奏 其实也是比较不错的 对 主宰卡尔这两个点 去推塔的话 也会比较快 是的 直接开转 清掉兵 再守一波塔 现在牛逼的这个 偏4保1的 带TB的推进阵容 只是在16分钟 破了CDC的一个外塔而已 是 而全能骑士 已经4500的存款了 整体的经济领先 7200 16分钟 这个经济领先 是比较多了 卡尔也A仗了 这个卡尔非常舒服 他都没有用装备去过渡 就是打野 天火支援收人头 然后收到了A仗 船长跟主宰一波开悟 这波是主宰 更新了分身符12级 2级大招 过来找孔不利刃 这个位置中路 看到了一个帕克 帕克这个体质 碰到主宰 真的是有点没办法 关键是不能被控 先手水 水洗一个拉比克 直接给斩 斩死 直接秒了 转 急速冷却 动了下这边的 帕克他的技能是CD吗 果然 一方面是技能CD 一方面还有一直 卡尔的急速冷却给伤 对 下面转移 主要是CD 不能用F锁天火 对 走也走不动 然后技能又没法躲 对 又是杀人破塔 17分钟 经济领先 8000了已经 嗯 又比这一局 好无节奏 亚巴顿 亚巴顿的挥耀 比全能骑士要慢很多 跟全能骑士经济差了 将近3000块 18分钟 1万经济 对 全能骑士已经挥耀了 在运了 现在利用装备优势 CDK甚至已经可以 开始抱团推进了 是可以啊 船长 9级 因为他们的推进的话 UB这边 说实话 没有太多的人 可以去阻挡他们 对 中路发现了一个亚巴顿 船长是有一个隐身服 又看到了帕克 拿到了挥耀 等级非常高 15级 现在主动权在CDK手上 就是看他们想刷还是想打 想刷就可以继续刷 想打呢 可以开武去打 嗯 其实对于他们来讲 也不是特别急 对 不是很急 全能骑士这局 要走物理路线了 看样子 有可能会出双刀 这样的道具 双刀强袭 走一个物理 物理全能骑士 也挺厉害的 但主要是要特别肥才行 但是他这局很肥啊 对 全能骑士这么肥 是比较少见的 他走物理是可以走 虽然说是个非常规的路线 但是一定要非常肥才可以 或者说非常肥的话 谁都可以走物理 你像冰女这个天赋 他有60点攻击力 然后250的生命 又有加钱 也可以走物理 他很肥就可以 全能骑士这局 主要是太肥了 这个英雄的技能 本身不太适合物理 但是他太肥了 就是生耗装备 堆成一个物理核心 也是可以这样的 上轮过来推 都没有人可以去守 对 牛逼只能是换塔 可是换塔的话 下落还有个船长 在守来推太快 他们要回来 TP回来守的吗 帕克也是补了一个点金手 TP是做到了分身斧 看这一波CDC是换还是守 现在很尴尬 就是已经开始去逼二塔了 这个主宰 是的 那这波牛逼有点不敢强推了 因为全能骑士是回来了 回来留人 留了个幻象 以为是真的 船也放了 上路主宰也是走了 这波一塔 牛逼还是没有能够拿下 下路CDC直接过来抱团 开始组这一波反进攻 在野区有一个眼位 他们有眼 对 看到了拉比克跑了 开始都踢了 人踢了也有一个办法 就继续推嘛 这个二塔 对 卡尔飞鞋 夜眼方扫描他肉杉 看牛逼是不是在偷盾 牛逼是想来偷盾 是的 哎 这边杀王是被一个天火秒掉了 进来偷盾 这个扫描CDC是已经发现了 船长是有船 没了 放了一个水 卡尔一个磁暴加陨石 往里砸 卡尔一个磁暴加陨石 这个磁暴效果很好 雅伯顿是没拦了 是的 全能骑士 换血 往回撤一下 这波TP也没有换 看天火 没有打中 还在追 给一个吹风 拉比克偷了一个魔免 冰女冰封禁致 卡尔被点死之间 游人能力太强了 相位转移没放出来 这波主宰都没来 感觉这一局 CDC已经是处于一个碾压的局面 是的 主宰在下午推二塔 然后直接正面 其他的队友 在技能不全的情况下 已经把他们打散了 对 这个亚巴顿 这一局 到不了 发力期了呀 CDC过来反控肉杉 全能骑士 买了一把单刀 真的要走物理了 全能骑士 这一局其实我觉得走法系路线 就是出威士静甲和笛子 应该更好赢 但是走物理也可以 感觉这个局势 他出什么没有太大的影响吧 另外两个大哥太肥了 太肥了 他只要把钱花了就可以 别不花钱 把钱花了出什么都赢了 但是出这个 恢复性道具团队装 可以让他们更快的推进 是的 出物理装呢 就不太着急了 偏个人一点 觉得我自己可以刷的更肥 单刀转冰眼 全能骑士想起来 线上买了一个毒球 那索性出个冰眼吧 反正我刷的快 这样也能行 是 你想一个英雄 他有辉耀和点金手 还带一个AOE技能 刷钱是得有多快 他家的天赋是什么 全能 天赋是加钱和力量 对呀 还加了60块钱每分钟 对 CDC中路再过来推 现在二塔牛币 是完全守不了了 只能换塔 这边换塔 船长卡尔还要过来守 也是坚决不放 优势不放塔 卡尔4800的经济 没有消费 蓝不太多 过来吃锅圣坛 回下蓝可能要 我们看这个卡尔啊 他有冰女光环的情况下 还能把蓝打空 可见他刷钱的时候 放了多少技能 就完全不吝啬嘛 对 经济刷到了全场第一 他说我不允许 有比我刷的更快的存在 赌了189个刀 现在CDC继续滚雪球 他们也不做压制 就是他们知道自己刷的比对面快很多 而且成长性也好 假牛逼很尴尬啊 对一般情况下这种局面 就是CDC应该是要做一个视野压制的 就是压错对方打钱的空间 但是CDC这局其实没怎么压制 因为他们知道放对面去刷 也刷不了多少钱 就是牛逼这个阵容的 farm点比较少 亚伯顿现在是点金手挥药 可以开始刷钱了 下路这里又抱团了 对抱团的这波是要直接逼 哦 卡尔直接更新了一把杨刀 哇 有钱啊 24分钟杨刀 这是针对帕克来做的 这个杨刀做出来是要帕克的命啊 是的 这个卡尔已经可以单杀帕克了 非常轻松 杨柱就死 切隐身找人去了 杨柱第一波 先单杀一个人积极手 杨柱灵动迅捷急速冷却 就是你了杀王 哎 看到了吗 没有看到了 看到了 刚才是瞟到了一个影子 哎 过来放眼 过来放眼 但是幽灵漫步是有一个被动的 而且雅伯顿在附近 杨柱用了刺 往前走 看到了看到了 杨 那杨 一二三走 这让我想了 有一段时间 就是流行那种 骷髅卡隐身去找人 对 冰雷卡出子愿 对吧 是 杨柱被单杀之后 这边中路再包过来 二塔还在 CDC也去开了一波 没找到人 那转成正面推进 全能骑士怪物一样 点掉 卡尔也来 卡尔盾还在 吹风 磁爆一下 现在帕哥都不敢 直接暴露在卡尔面前了吧 给了一手水 雅伯顿开大招 卡尔的位置有点危险 切磁身 先跑一下 船长 晚开一艘船 雅伯顿被砸中 再给一个斩 无敌斩 斩死 感动机势交大招 小明偷了一个魔免 暂时不管给一个天火 躲开 直接上高地 TB都没回来 TB回来现在也很尴尬 对 回来也打不过现在 雅伯顿不在 雅伯顿是刚更新了 灰药之后买了一个魔力法杖 还不能买活 那这一路应该 至少这个塔肯定是没了 这一波 觉得可以破一路啊 有机会 卡尔盾还在 扬刀也在 帕哥根本就不敢切入 没人敢往前站 往前一下 一个扬刀过去就没了 这是谁过去谁死 对 因为救人点死了 他们有个救人点 但是死掉了 这一路直接已经被破掉了 看孔不利刃上路能不能换一个塔 扬了一下 上塔被换掉了 但是天火没有砸中 不影响还是秒掉 孔不利刃 他是在这个时间点 上路换了一个二塔 对 也只能是仅此而已了 这波CDC是轻松破掉一路高地 然后还杀了一个沙王 作为小礼品 小礼品 附赠的 就是感觉是特安塔之后 顺带杀死的 这一波之后 经济领先已经逼近两万了 经验是一万多 单杀帕克 帕克是极限的一个F 躲开了吹风 跳走 还好 深沉这波是没有死 给了一个预判天火 天火也是 本来预判的位置也没有对 对 但是显现完成了一波单杀 卡尔2600 有杨刀加冰女光环 这蓝还是不够用 这个卡尔是真的能刷钱 全能骑士 想一下 还是补了一个林肯法球 这一局出林肯 主要是防一手换血吧 其实他不太需要防对方的控制性技能 这个林肯可以给卡尔去套 这人看到是 TB做了一个BKB 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装备 可以占一下装了 CDC上路再推过来 卡尔盾这波应该是快要消失了 船长更新了一把引刀 我们可以看出CDC 因为这一局优势比较大 所以出装都比较随意了 对的 就没有去出那种特别针对性的 或者说常规的一些装备 对 常规的话 全能骑士出团队装 应该是会更好打一些的 他出个卫视镜甲 然后出一个笛子 出一个技品 再往前顶 其实更厉害 不过他这样出 也足够够用了 也足够用了 这一波看要不要上高 上路上台已经被主宰拆掉了 鸟里面运来的是主宰的林肯 两个林肯 双林肯了 这一波标记全能骑士 林肯套上 我不注意全能骑士是两个林肯 这个林肯是可以叠加的 所以这个上高几乎是无敌 杀王空大了 空大了 这个林肯上高是无敌的 全能骑士带两个林肯套着魔免上高 牛逼是无论如何 动不了这个全能骑士的手 而且还有传掌标记 无敌上高 然后卡尔在这边 切着云伦曼布找人 他想找一个孔不利刃 对 库罗卡找人 又来了 双林肯带魔免 敲一波回去再补血 这 牛逼毫无办法 再加一口血回来 中路线还要处理 把圣坛拆了吧 圣坛拆了吗 圣坛上路拆了 下路还没拆 这卡尔逛街逛了好久 发现没有人 出来打钱了 印了一波装备 看一下是什么 BKB 卡尔做出了一个BKB 卡尔其实这一局 也可以做一个林肯 林肯还是比较适合 卡尔来出的 他是做了一个BKB 防止对方的技能控制 影响自己的技能combo 对 他是为了保证 把技能放出来 是 然后CDC是为了防止 TB换血换出来 啊 CDC 这边牛逼开了一波 想要绕后去打一波 对 因为这个上高是太无解了 是 打先手 杀王穿刺到卡尔 卡尔的位置 选很残 开启了BKB 前引身赶紧跑 全能开个大招 剑城放一个治疗守卫 这边点死一只船长 冰女远逼当大 KP过来失修伤害 主宰斩 直接斩出来 斩死了一个杀王 带走 斩死杀王猫 刺出点不太够 再给夹血 主宰开转 卡尔这个逼刀位置很不错 逼了三个人 再给一个吹风 拉比克 再给天鹤 碰一下卡尔 卡尔的位置 被收掉了 这个人头 散失拉比克标记 这波打了牛逼一个团灭 直接上高地 TB是可以买活 但是没有变身 以卡尔和船长 两个人的性命 换掉这边一波五人团灭 这波卡尔是 根本上面不能买活 我以为打了激进 确实是机器 两边互打 走好不送之后 牛逼是打出机器 也是非常的无奈 这样恭喜CDC 第一局是 29分钟 拿下了比赛 对 其实这个走好不送 不是应该赢了这方打吗 因为